共將細亡報道的河山事件 似乎都令政府出手 房屋處處長羅淑佩 亦點名表示會調查 但新河太就表示 不怕公屋有機會被收走 又澄清可白只是暫住 新河太名下的公屋 我歡迎去查 不用被那麼多人冤枉我 政府房屋處要有理據 才能收回公屋 他們就閃錯他們的心 他們叫局長去查 我還歡迎 翌日我不用住公屋 我還說不定住大屋 我暫時環境差 就在屈就住住公屋 有間公屋好像他條命 新河太也提到 回大陸發展更好 回大陸什麼都可以做 沒有啦 大把直播公司 都想找我簽約啦 跟我合作做事啦 留在香港都不太方便的嘛 所以關注他們的發展更好 想逼到我老公 躺在街上 逼到我收穫了一間公屋 那我當然要做七次 你就神戰這個勢 回去發展咯明明 想封散我沒有那麼容易 楊公如近日分享了她拍攝寫真的花絲 可以見到50歲的她 都還保養得很好 很多網民讚 女性果然經得起歲月的考驗 在片中 楊公如輕鬆就駕馭了幾個造型 難怪她會被譽為最美亞者啦 而她的前經理人文俊曾經拍片 說到她的戀愛事 文俊說 楊公如這個人很單純 她說聽過周正毅曾經承諾 自己會離婚 總之就令楊公如這個傻妹 順道貼貼伏伏 而楊公如雖然近年的工作量不是那麼多 但她生活依然富貴 除了經常都帶媽媽去旅行 她也不時會帶了愛馬仕手袋 一個袋保守估計都60萬 常常都因為財困而上新聞的張志恒 繼日前北上登台穩真銀之後 她終於考到地盤平安卡 可以做個職安真漢子了 她在社交平台的限時動態發文報起 還問大家有沒有地盤工職批介紹 原來她在5月的時候 成功考到建築業工人安全訓練證明 俗稱地盤平安卡 其實去年9月的時候 她的前同門師兄弟吳浩康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已經說過曾經建議張志恒去地盤做事 相信吳浩康看到她那麼生性 很快就會有job介紹給她了 許秋儀和黃書琦兩夫妻 早已轉戰內地發展多年 有傳許秋儀每個月登台演出 民物賺 月入近百萬 身家早已過億 而早前 許秋儀去到深圳登台 黃書琦也有陪她 同場的還有李隆基 葉鎮堂 楊玉梅等 在合照上見 58歲的黃書琦 樣子看起來比較老 眼紋、皺紋都很明顯 但相反 55歲的許秋儀就保養得很好 黃書琦10歲就以同清身份出道 長大後加入TVB 但可惜之後發展也很一般 2001年 她因為吃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咬到口中 導致面羊神經麻痺 花了8個月才好轉 之後她就逐漸淡出幕前 到現在還有少許面歪 是我和薑斯有個約會的碧家和放天柚 這個畫面有沒有掀起大家的回憶呢 更日 梁碧芝和尹天照一起拍片 看到大家回憶 當年拍這部劇 只有24歲的梁碧芝 現在50歲 但外表和身形 竟然和以前沒有什麼分別 很多網民都驚訝地說 她是真僵師 2001年 梁碧芝淡出娛樂圈 之後亦會約以前的圈中好友聚會 和文仲嫻 張文慈 郭少雲 周家慧等都很熟 在她們聚會的照片上見 連近半百的她都保養得很好 身形亦保持得好fit 蓮絲啞去年4月和陳嘉樂結婚 今年2月宣佈做人成功 上個月正式公開是駝B女 懷孕之後仍然繼續工作的蓮絲啞 現在駝B8個月 日前她曬出近照 常眾所見 一向身形高挑的蓮絲啞 即使已經懷孕8個月 但肥B不肥印 穿著花花連身短裙的她手腳依然非常幼 印桃完全不明顯 不過連絲啞換上另一套白色低胸連身裙 趁西裝外套的時候 終於見到圖了 上圍更明顯升級 網民紛紛留言激讚 是最美大套婆 關採耀去年5月20日宣佈 與拍拖6年的網紅女友Joanne求婚成功 還在11月註冊成為夫妻 她們早前更加去到泰國布吉 舉行夢幻婚禮 日前Joanne就分享婚禮當日的片 不過她的新良妝 就被不少網民批評出事了 特別是個鼻影非常之重手 但Joanne就強調真人是好看的 片中可以見到Joanne的妝的確有點嚇人 反而關採耀就非常型仔了 其實Joanne曾經多次陷入變臉的疑魂 更加常被網民說她的漂亮樣子不斷進化 對於被批評妝容出事 Joanne就說真人真的很OK 反正是我結婚 你們不用這麼執著我的妝 好嗎? 東張可伯取妻的事件引起熱烈討論 亦令新河太太的前夫 被人說是去年 向東張西望求助的87歲婦主 于伯 因為于伯都是娶了40多歲的大陸女人 而且那個女人也是本身有兒子 而離婚之後 于伯就被人趕出公屋 對於這個傳聞 新河太太就反擊 至於你的前夫四兒 那些完全是假的 人家是造假的 你明白嗎? 為何我講了很多次 總是那些人不斷地 死非復然地問這件事 你們總是不相信真相 當然是喜歡相信那些 那些扭曲事實的人的事 唉呀,你真是 你們一心麻煩想多些正能量的事 那些選人的事 你沒有去參與了 我真的沒什麼時間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還有很多事等待我做 真是搞笑 你說你那個什麼儀伯被房儲滾出來 我都不熟悉他 他滾出來就滾出來咯 雖然新河太太在東張西望 都有透露過前夫姓河 但網民就懷疑是同類了 我心中的每個錢 願接著你 憲共張敬軒 在周禮謀作品展押軸登場 原來這次作品展搞得成 是因為他向對方提議 我是上次一個show 那我就隨口說 我看到他坐在那裡 因為我很久沒見他 那他又很珍貴 很少出 很少在他人多的地方 那我看到我就說 周先生 我說其實 以你的library 就是以你的作品的庫存 我說都很應該要有作品展 對於他的職業生涯 對於我們的歌迷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所以就 今天有了首部曲 我知道他們都計劃更大的場地 去找機會再做 他之後有多個大型演唱 又會不會掃機呢 隨緣吧 我覺得 看看我的Sylist 撿什麼衣服給我穿 是嗎 他行內最出名 他撿瓶嶺的東西最厲害 對 所以 三十幾四十度都是撿瓶嶺 我是用德國特種兵的操法 我說真的 你們不要幫我吹水 真的 我現在那個教練 他是學那套功夫的 德國特種兵是怎樣的 是用操法的 早上8點操法 還有 不是 還有 我以今早為例 就是 一個半小時後 那些不帶氧運動 就是全部是體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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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但我出街要帶 八個飯盒 五餐一天 吃到吐 是呀 真的吃到吐 你今天吃了什麼 我還欠兩餐 你吃過三餐 是的 飲食上有沒有要什麼注意呢 高蛋白 是的 即肉 高質量的肉 還有 不知道 男人去了某個年紀之後 就少了一些微量元素 那教練就說 你要多吃點蠔 不知道我來補什麼